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呢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新入手的这一颗 蝴蝶纹西兰 这是它的名字 就是那种金黄色的 很漂亮 关键是什么呢 其实蝴蝶纹西兰呢我不喜欢 因为它那个花梗很长 然后为什么买这一颗呢 是因为它的叶子 我真的被它的叶子深深的吸引了 你看 而且它那个甲铃鸡也很可爱 因为它那个 花梗非常长 所以我选择了这种 买回来种 果然的 高脚盆种 因为我怕它那个太长了 然后呢你那个要 到时候它花梗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加一个 弄一个 树根给它架起来 很开心你看它这个你看 五片叶子 其实它单单没有开花 我看见它这个叶子我就非常非常开心了 这个叶子呢它有点那种 斑纹 绿色的 那个浅绿色的 然后这边你看有那种 暗红色的斑纹 真的很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前景 其实你看 其实你看如果不用花 这样子看也很漂亮 如果它叶子再多一点就更好了 而且听说蝴蝶文心兰的花期也挺长的 你自己不想说蝴蝶的花期也挺长的 好漂亮喔 这一颗 真的它那个叶子啊 这是我第一次种蝴蝶文心兰 蝴蝶蝶树 我今天没有针或者蝴蝶的话 不是我意思吗 我今天没有针的 但是我只能针的 一定不针的 DE厉害 aina itecture 你 有 我 我要 一些 力 な 错 一 我 逛 他在喝一下 再喝一杯 他在 Melias 跟他一杯 向其他的人 他在首次 陪撰 他那隔 他會